想要学医哪些专业是很轻松赚的又多的呢 今天我来告诉大家 首先声明哈 这只是我自己个人心目当中的一个排名 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而且不同的医院不同的科室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 第五名体检中心或者校医 在这两个地方当医生就是工作比较轻松 也没有夜班到点就下班也没有什么急症 每天都可以过得非常的轻松 但是呢收入可能也不是很高 如果你不缺钱只是想找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 那么这两个地方很合适你 当然想要进去这两个地方也是比较困难的 没有一点关系没有一点实力是进不去的 第四名皮肤科 皮肤科也是比较轻松的 很多女孩子很喜欢这个科室 很多院的皮肤科只有门诊 连中央部都没有 所以呢也不需要值夜班也没有急症 晚上可以在家里面睡得很安心 但是呢皮肤科的全称叫皮肤性病科 你不仅要看皮肤病还要看性病 你每天看那些人 生殖器上面肛门里面长满了菜花 还要给他们做治疗 可能也会非常的恶心 所以如果你要搞皮肤科的话 我建议你往美容医美方面去弄 比如说给人做做激光 做做注射 打打水光针 做做光子嫩肤等等 这些项目又轻松又赚钱 第三个眼科 眼科呢很多女孩子也非常喜欢 但是各位朋友搞清楚 眼科小小的眼睛是一门非常大的学科 你想想眼科可以单独成立一个眼科医院 可想而知他分科就分得非常非常细了 如果你没学好科室 可能也很累 比如说你被分到外伤组 天天处理眼睛的外伤 眼球被打掉了呀 打得脚膜脱落了呀 你要天天去处理这样的烂摊子 也很辛苦很累的 而且打架斗鸥 车祸症 可能经常在半夜发生 那么需要急诊处理 那么就需要职业班 马上干急诊也很累的 想要学眼科的话 你只要掌握了两个手术 你就饿不死会活得很好 而且很轻松 第一个就是白内障手术 专门给老年人做几分钟 做一个非常的快 第二个手术 趋光手术 也就是近视手术 这个手术没有进医保 全资费 做一个好几万块钱 而且患者数量非常的多 专门给青少年做 如果你近视手术做得好 你就可以多点职业 去私立院做也可以 以上五可以做几十个 因为很快的 做一个只需要几分钟 第二个 口腔科 很多朋友都说口腔科好 但是口腔科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专科 同样的 口腔科里面的 牙专科 你一定要选好 如果你毕业了以后 天天给人洗牙 拔牙 不仅很累 而且不怎么赚钱 还天天面对那些 有口臭 口腔意味非常严重的人 干时间长了 你可能也受不了 如果你想口腔科的话呢 有几个专业是很好的 比如说 种植 种一颗牙 好贵的 还有 镇基 做牙齿矫正 也非常贵 还有 给牙齿做美容 比如说做那种铁片 我的朋友告诉我 做一个贴片 好几千块钱 把整张嘴都贴满的话 一辆车 装在牙齿上面了 而且这些项目 都是自费的 你不用担心 有人来查你 不用整天想着 给患者控费 当然你首先 要把自己的技术练好 等你有了技术 有了名声 你就可以脱离公立机构 去私立机构干了 私立机构的 定价更高 收入的分配机制 也更加合理 干得好的话 年薪百万 应该不成问题 第一名 整形科 现在整形医美 是非常火爆的 需求非常非常大 同样的 整形美容 也是分得非常非常的细 你全身的 各个部位 你想整哪里都可以的 头发没有 咱们重头发 鼻子不行 咱们弄假体 刷眼眉不行 咱们割 胸太小了 可以浓胸 脂肪太多了 可以抽脂 全身你想整的地方 基本上都可以整 但是也一样的 整形里面呢 有好的 更好的 也有比较差的 比如说 抽脂手术 就非常的累 就是一个体力活 拿着那个针 抗吃抗吃抗吃 一直这样的臭 你一上午 可能就能做两三个手术 风险还比较大 但是相对而言 注射性价比就非常高 给你脸上打点肉毒素 打点玻尿酸等等 打一个几分钟完事 几千块钱到手 一上午可以注射几十个 而且风险还小 所以搞医美整形的时候 一定要选对亚专业 而且大部分的医疗整形 都是民营医院 内卷非常的严重 开始打架的人 质量也良有不齐 如果你要搞医美整形 一定要先学好自己的技术 打好扎实的基础 有了民生有了技术以后 你想去哪里都可以 自己出来单干 自己当老板 自己开诊所都可以 最后 第0名 生殖医学 生殖医学是从妇产课里面分出去的 你别看 现在很多人不想生孩子 实际上 生不出孩子的人 也非常多 那么就需要求助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体外受精 食玩硬啊等等 生殖医学同样的是比较轻松的 收入也比较高 一般来讲 没有急诊 没有夜班 人家结婚好多年 生不出孩子 但是通过你的技术 顺利的让他们怀孕生死 绝大部分的患者 对你都是充满感激 成就感满满的 那就会非常的自豪 非常的有成就感 同时的话 获得的保重也不低 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样的知识 各位朋友 如果你学医的话 你心目当中 你最想学的专业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里留言 关注我 每天进步一点点